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听声音 医生要通过听病人的语声 语言 呼吸 咳嗽 呕逆 爱气 泰息 喷嚏 长鸣等各种声响来判断病人的病症表现 内经证说 文而知之者 文其五音 以别其病 五音指的是 公 商 觉 指 雨 对于现在的简朴就是 斗 瑞 咪 搜 拉 这五个音 而定用五行呢 就是 土 金 木 火 水 当然它就能对到五脏 所以 甘再生为呼对应的是绝 心再因为止对应的是笑 体再因为公对的是歌 肺再因为伤对的是哭 肾再因为雨对的是身 声音是怎么形成的呢 万物中空有窍则能明 声音是气体通过空腔管道 产生振动而发生的 那么我们的声音 它所通过的空腔管道 就由我们的鼻腔 口腔 整个呼吸道 一直到气管 支气管 肺 胸腔 这都是气体它运动是要通过的 所以 声音的发出 是由肺 喉 会咽 舌 齿 唇 口 鼻 等多个器官协调运动的结果 它们要共同发挥作用 对于五脏来说 肺 主气 撕呼吸 所以我们说肺是发生的动力 而喉为气道 因此咽喉是发生的门户 肾的气的作用 设为气之根 它主纳气 肝 主输泄气机 调畅气机 脾呢 是气血生化之源 心主神志 所以语言是否能够对着心 说出你想说的话是受心神支配的 于是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闻诊太难了 怎么涉及这么多东西呢 实际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个病 我们往往是通过闻诊发现的 你怎么知道身边的人感冒了 就是听到它打喷嚏 或者醒鼻涕的声音而知道的 这就是我们文诊在生活中的应用 前面我们学习过 中医诊断学要以偿答辩 我们得先知道正常的声音什么样 我们描述正常声音要发声自然 音调合唱 什么叫音调合唱 中国人说汉语就音调合唱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外语的时候 觉得语音要听着不好听 就是不合唱 言语清楚 言语一辅 能够说出你心中想说的话 归纳一下两点 听得亲和听得懂 这就是正常声音 反映了我们气血充盛 脏腑组织功能正常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同的 就像指纹一样 声音也有声文 可以通过一些仪器显示出来 由于年龄 性别 丙父等个体差异 我们用耳 也能听出正常声音的不同 相对来说 男性的声音通常低 而且重拙 女性的声音呢 就高 而且轻 小孩子的声音 往往坚立 清脆 老人是浑厚 老人是浑厚而低纯 在我们不同情绪的作用下 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面对不同 面对不同的对象 例如我给你们讲课的时候 和给我孩子教育的时候 自然说话 语言语调都不同 喜时的发声 欢乐顺畅 乐时就会奋力 积极 悲哀的时候 咱们哭的时候 是不是常觉得接不上气啊 所以声音才是悲惨断续的 静 发声就会正直 严肃 不苟言笑 爱 则发声温柔而合跃 这都是正常声音的生理差异 病变声音 就是在疾病过程当中 说话的声音改变 或者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声响 病变声音 符合患者的基本原则 如果患病后 患者还是身高有力 连续不断的 而且多言而躁动的 这就属阳热时症 所有兴奋抗尽的都属阳热时 如果生低气弱的 断续无力的 少气懒言的 多为阴寒虚症 例如我们累了 我们说气虚了 这时一定是懒言的 声低的 这是我们听声音的基本原则 首先介绍的病变声音 也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与生重灼 之所以最常听到 是因为 在外感风寒感冒时 我们听到的那个鼻音重 就是与生重灼 常见于风寒表示症 或失灼 组织于肺或鼻翘时 所以它主的是肺气失宣 鼻翘不利 至于哪 例如说你有很多鼻气的时候 这就是失灼组织 第二 雅和阴 声音干裂 失雅者称为阴雅 但是还可以出声 欲语而无声者 为失音 古称阴 就是咱们说的 万马其音 就可爱的那个阴 这个阴 就是说不出话 无声了 所以 因失音 为阴雅之甚 这里我们提到的两个词 金石不明 和金破不明 这里的金指的是什么 肺 因为肺五行 是通于金的 所以金石不明 是外邪伤肺 弹灼祖肺 金破不明 是精气内伤 或肺肾阴虚 我们具体看一下 它的病基 这里的石 指的就是 有石血阻余肺 所以石症 常是心病 暴病 症状重的 常见于 风寒饭肺 风热习肺 弹湿育肺等 金破不明 见于虚症 所以常是 久病 缓和的 可以见于 阴虚火旺 肺肾金灰等 暴怒喊叫 可以损伤气阴 从而造成阴雅 或者失阴 所以我们常说 言多伤气 说话的过程 也会损伤阴经 这是由于耗损过多 导致了阴雅和失阴 要注意的是 还有一个词 很相近的 叫做失语 失语常见于 中风 外伤 或颅内的一些疾病 它指的是 不能言语 或不能正确言语 可以发生 失音是 不能发生 举个例子 失语有好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 宁明性失语 不会说一切名词 例如 你拿一个香蕉 给它 它会说 这是黄的 扒了皮 能够吃的 它能够发生 但是它说不出 这叫香蕉 而失音是什么 它再怎么想吃 它说不出话来 声音出不来 所以这二者 是有区别的 第三 声音 什么时候会声音 主要就是 疼痛难忍时 发出的声音 实证的声音 常是由于 剧痛所致 突发剧烈疼痛 既然实证 必然属于 身高而有力 那么失证的话 常见于 久病 患者尝试 低微而无力的声音 如果患者 在声音时 同时带有动作 比如说 传着眉 那尝试 头面部的疼痛 捂着脸 捂着齿银的 尝试 牙痛 所以我们有 护着必痛 这一说 它扶着哪里 捂着哪里 尝试这个地方的疼痛 还要注意 还要注意的是 是不是叫的声音越大 就一定病越重呢 不一定 叫的声音大 只代表它是实证 久病 时间很长 它有可能阴虚而无力声音 并不代表它病轻 第四 惊呼 惊呼 常是突然发生 所以 鉴于 突然导致的 惊吓 或者 突然发生的 剧痛 例如突发的 寒血所致 或瘀血所致的疼痛 疼痛剧烈 突作 所以患者会大声呼喊 这就是惊呼 第五 鼻酷 这好像是咱们生活中 常能接触到的 指的是 患者在熟睡 或昏迷中 鼻中发出的声响 病情是由于 刺到不力导致 多见于各种 慢性的鼻病当中 正常人 也可以由于 劳累 或者睡姿不当 导致出现鼻酷 也就是睡觉的时候 打呼噜 多数情况下 你让他改变一下姿势 侧过身去 可以减轻 如果 患者是在昏睡不醒 或神志昏迷当中 出现 酷生不绝 常见于 高热 神昏 中风 入脏等 比较严重 要注意的是 多发鼻酷的人 可能会出现 呼吸暂停 长时间发展 呼吸暂停的时间 越来越长 对身体是不利的 所以要及早治疗 第二就是语言 语言的辨别 包括我们看他的表达能力和应答能力 有无异常 吐词是否清晰流利 语言的异常都与心神病变有关 如果是虚寒症的话 患者常是沉默寡言 与生低微 时段时序 如果是弱症的话 常是烦躁多言 与生高亢有利的 我们总说 言为心生 所以 语言的异常 常是心主神志功能异常的一个体现 这两个词 我们常一起来讲 这两个症状是有可比性的 章语和正生 章语和正生 患者都有神志不清 但是章语患者烦躁而多言 语无伦次 而且身高有利 所以我们老说他是在说胡话 多数 热扰心神的时症 注意他数 时 鉴于温定斜线心包或扬明腐蚀症 心神是要靠阴血来养 最怕火热烦扰的 因此詹语是时热症多见 而正生 常是语言重复 时段时序 声音低弱 我们常要贴到坏人的口边 才能听出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是大虚的表现 常见于心系大伤 精神散乱的虚症 久病重病的病人 因此我们说 时则沾语 虚则正生 第二段 读语与错语 这一段特点是 看似神智清醒 他可以好好地坐着或者躺在那里 但是 读语是自言自语的 只要你过去一跟他说话 他就不说了 言语常是首尾不续 读语常有心系不足 神师所养的虚症 或者气欲谈名的实证 蒙蔽心神所致 临床多见于颠 欲等等 现在我们见的孤独症 自闭也有只跟自己说话 不与其他人交流的 这称为独语 而错语指的是 语言错乱 语后自知 但不能自主 多由心疲两虚 神师所养 或者实证的 弹拙 医学 气欲 阻逼心神所致 实际 心度的错语 在咱们身上都可能发生 比如妈妈有时候会说 把这菜给我放洗衣机里去 当这个话从他口中说出 再回到他耳朵的时候 他一听到就意识到错了 但是说的时候呢 既然出错 必然是心神没有全部的集中 所以心度我们随时都可发生 如果反复出现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疾病的状态来治疗了 第五 狂言 狂躁 妄言 语无伦次 甚至于可以歌笑叫骂 不必亲疏 这是精神错量的一种表现 既然是兴奋 看尽的 那么他依然属热 属实 常见于弹火扰神 见于狂病 或者伤寒嗜血症当中 言简 指的是神智清楚 思维正常 但是他语言不流利 吐字不清 于是我们听不懂 常与蛇的强硬并简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酒后常见蛇强硬 所以他说的话 我们听不清 酒后的人还往往说话声音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别人说话也听不清 他对耳也有影响 所以他会大声的说话 言简 在疾病状态下 多由风弹阻落所致 所以中风很常见 第三 呼吸 正常的呼吸频率应该是16到20次每分钟 当运动 情绪改变的时候 比如兴奋的时候 跑步以后 我们的呼吸会增快 顺炎休息状态下 呼吸会变慢 这种变化属于生理性变化 肺主气 肾 那气 所以呼吸力常都与肺肾两脏疾病相关 同样 呼吸力常也具有以下的原则 如果气粗而极 身高有力的属于食热 为邪气有余 肺气不力 符合咱们让声音的闻声音的基本原则 气微而缓 声低无力的属虚寒症 常有正气不足 肺肾两虚所致 从这里我们发现 食症多则之于肺 而虚症呢 加了一个肾 所以呼吸的虚症多与肾有关 先来看喘 在中医 肾和喘是两个不同的病症 喘指的是呼吸困难 短促急迫 严重了可以出现张口抬肩 由于呼吸困难 患者使劲吸气 会出现鼻翼的伤动 甚至于不能平握 中医验证的时候 把喘又分为了实喘与虚喘 下面我们就听听这两种声音 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再听第二个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实传与虚喘 那你听到了哪些不同呢 前者是声音比较粗 呼的比较多 而且有粒 时间也长 后者是吸的比较多 而且有粒 时间也长 实传是以呼出为快 我们可以想象 当患者内有实邪的时候 是一想把它去除啊 所以他总是在向外吐气 总觉得呼能够把邪气去除出去 而第二个听到的是吸传 患者总觉得自己的气没有吸够 所以一直在使劲的气吸入时间长 它是以吸入为快 这是食和虚的区别 那么食喘则指于风寒 食热 谈饭 谈饮 足于肺 吸喘主要是由于肺肾亏虚所致 孝与喘不同 中医所说的孝指的是呼吸喘簇 而且喉间有孝明音 经常是反复发作缠绵难遇的 它的病基在于体内有肃痰 往往由于外邪 特别是寒邪引动 或者由于一些意识人过敏的东西引发 因此我们说孝等于喘的基础上 还要有孝明音 孝明音什么样 是呼气时高尖的金属丝的声音 这个是孝明音 所以孝与喘的区别就在于 有没有孝明音 因此我们说喘不间孝 它没有孝明音 但是孝必间喘 它一定有呼吸喘簇 喘是以气息急迫 呼吸困难为主 孝是喉间有孝明音为主 这个孝明音是气弹 互相之间磨合的声音 所以孝的病基里头有弹 短气指的是呼吸 叫正常人急而短簇 看上去像喘 但是它没有喘这么严重 而少气指的是呼吸微弱 声低 气少不足以吸 所以多由于体质虚弱 或者酒病老损所致 我们把这三者放到一起来比较 气短 它的呼吸是轻度困难 气机可能出现挚爱 临床上主要是短 不能相接续 中间好像断了一样 少气 呼吸状态是自然的 尝试静而无声 但是它气的量少 不足以吸 声音低 不足以听到 而喘比较严重 它是呼吸困难 急促 严重的时候可以见 张口抬肩鼻翼煽动 甚则不能平握 这三则里面 少气是纯属虚症 一定是体质虚弱 或酒病 长时间虚所造成的 而气短和喘的病肌 虚实皆有 第四 咳嗽 咳嗽是肺气 上腻 冲击喉间发出的声音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不毒为肺 所以除了肺以外 其他脏腑 也可以导致咳嗽的发生 要注意的是 中医的咳嗽 咳与嗽 也是两个状态 什么样呢 我们先来听咳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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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咳嗽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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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弹而无声的称作嗖, 指的是没有出现咳的声音, 我们常说这会在嗖嗓子, 弹是由哪而来的? 脾为声弹之源, 所以嗖其源在脾, 那么有弹有声, 我们就称之为咳嗖, 现在一般都通行, 全都叫咳嗖了, 咳嗖有好多种, 我们分别来看, 如果咳嗖中酌或锦闷, 多见于外感风寒或湿邪, 因为雨声的中酌就多见于风寒或湿, 我们把它称为寒咳, 这就是寒咳,雨声中酌, 我们跟月咳比较一下, 月咳嗖声不阳, 但往往是急促连续的, 第三个, 造咳, 造邪伤肺时, 由于外感造热, 我们可以听到清脆的咳声, 第四个, 金灰音精不足, 缺乏机润, 听到的嘶哑的咳声, 我们称为干咳, 这两个声音是不是比较像, 但是外感造邪为实正, 往往咳声连续相对有力, 而音精不足为虚正, 往往咳声较低无力, 所有的无力的咳, 我们都可称之为虚, 听着一个虚咳, 这一段我们听到了很多杂音, 这是因为在病房录这个声音时, 患着自己的咳声低, 旁边说话的声音本来很小, 但在我们放大以后, 比它的咳声都明显了, 所以虚咳无力, 声低, 我们能听出患者在非常费力的来咳, 再听听有弹咳, 这就是有弹咳, 我们听到了咽喉间的弹音, 有一种特殊的咳嗽, 叫做百日咳, 中医也称为顿咳, 他觉得是这个咳嗽一发作, 往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好, 咳起来很痛苦, 咳声短促, 是振发性筋鸢性的咳嗽, 连声不断, 咳后会出现筋鸣样的回声, 百日咳是小儿的一种传染病, 现在多数孩子都打过百百破疫苗, 其中的这个百就是百日咳, 一旦发病的话, 孩子非常痛苦, 我们注意听他后面的鸡鸣样回声, 还是在咳的时候, 由于他连续咳嗽, 一直不能充足的吸气, 所以在中间咳嗽间断的时候, 他会拼命的使劲的吸气, 这样出现了鸡鸣样的回声, 孩子咳的时候, 往往小舌头都吐在外边, 非常痛苦, 白猴也是儿童的一种烈性传染病, 白猴有很多型, 当他发生有咳嗽的时候, 往往像小狗叫一样, 犬肺声, 声音嘶哑, 吸气困难, 这是我们常见的几种不同的咳嗽, 临床上除了听咳嗽声以外, 我们还要结合弹量色质的变化, 以及在发病的时间并时等, 来判断这个咳嗽病症的寒热虚实, 所以下面我们请为同学给我们讲一讲, 如何结合弹的色质来分析咳嗽, 弹色白止吸, 为体内有寒, 弹色黄止稠, 为体内有热, 弹多为湿血, 弹少为造血或阴虚, 很好, 我们变弹的时候, 如果白而清晰, 属寒, 黄稠属热, 雕一颗出的常属弹湿, 而少的属灶或阴虚, 我们要跟声音一起结合来分辨, 第五, 呕吐, 呕吐是胃气上腻, 所以肠可以有胃内容物随之而出, 呕吐指的是有生有物, 指之吐指的是有物无生, 那么还有一种只有生没有物的, 我们称为干呕, 不管是哪一种, 都是为师和将为气上腻所致, 注意, 出现呕吐时不能急于止吐, 因为呕吐是人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是味觉的你给了他他不想要的东西, 本能的想把它排出, 我们要仔细分辨原因, 不能急着止吐, 如果吐是徐缓, 声音微弱的多数虚寒, 吐是较急, 声音响亮的多数时热, 要注意的是, 如果呕吐成喷射状, 这时有可能是中枢性的呕吐, 所以这时要注意, 要及时的寻衣, 伤食呕吐, 吐出的内容物常是有酸腐味的, 总体来看, 如果呕吐没有明确的饮食诱饮时, 可能会比较重, 呕吐, 呕吐也是因味气上腻, 发出不由自主的冲击声音, 就是咱们说的打嗝, 但它是短而平的,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就是呕吐, 所以它是短促而连续的, 通常如果心病呕吐, 身高有力的, 那么就为时症,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寒邪范胃, 略也可导致呕吐, 只要是胃气上腻而出, 这种冲击就可以出现呕吐, 而久病, 重症时的呕吐, 由于得病时间长, 消耗重气, 常是生滴无力的, 注意它的间隔往往比较长, 生比较低, 好像觉得额腻得很不充分, 这是属虚症, 多由脾胃虚衰所致, 突然呕吐, 不高不低, 没有其他症状和病史的, 常为伤食的刺激, 或者偶感风寒, 比如我们说喝了凉风, 这种就可以导致胃气上腻, 一会儿就可消失, 不作为病态, 如果连续不能自行好转的呕吐, 才需要求医, 爱气, 爱气俗称也是打嗝, 但是它是长而缓的, 是我们平常说的打保嗝, 所以保了以后出现就是正常, 还有我们喝了碳酸味的汽水, 然后出现爱气也为正常, 如果爱气瓶坐升高有力, 而且当你爱后碗斜的这种炸满感会减轻的话, 就说明你把这个气排出来了, 所以并引作为气质, 这种常随情绪变化而变化的病症, 常是由于肝气泛胃而来, 如果爱气, 而且兼有顽腐冷痛者, 冷痛者为寒, 同时没有酸腐的气味, 那就为寒血范味, 如果爱气, 患者自己感觉到酸腐气味, 兼有厌食者, 那就是素食停机, 没有消化好, 如果低沉断序, 那差食少, 常属于胃虚气溢, 鉴于老年人或体虚的患者。 泰息, 泰息我们人人会做, 就是叹气, 常用于情质抑郁, 胸邪障闷不舒而发出, 患者会觉得这口气叹完以后, 马上就舒服了, 所以它是由于肝气郁结所致, 既然是气结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希望它能够行, 多种方法可以促进它行, 我们运动可以促进体内的气阳顺畅运行, 所以如果你郁闷的话, 那么你一定最近运动比较少, 去做一些户外运动, 有助于开节。 肠鸣, 肠鸣是胃肠运动所产生的声响, 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有, 但是我们很难自己听到, 什么时候听到? 饿的时候, 你听到的咕咕叫声, 这就叫做肠鸣, 每分钟正常情况下, 应该有四到五次, 饿时它会发生的比较频繁, 如果它三到五分钟一次, 那就是稀少了。 如果肠鸣增多, 动摇身体时, 听到有水声, 这是水饮, 饿的时候, 得风时则减, 饥寒则加重的为中气, 也就是脾胃之气不足。 如果高抗疾, 顽腹皮满, 大便堂蟹的, 常有外感风寒失邪, 比如你吃凉的东西, 然后要闹肚子之前, 你会感觉到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在响, 邂逅症状马上缓解。 常因减小, 常是由邪气阻碍气肌所致, 或者肝脾不调, 肺脾气须, 阴寒凝脂, 气肌不通肠。 要注意的是, 常因完全消失, 表示, 肠道的气质不通, 这时有可能是重症。 所以我们在很多手术以后, 医生会来问, 使气了吗? 只有使气以后, 我们才能够再进食。 就是怕他常因完全消失, 肠道组织不通, 耿足。 第十个, 喷嚏, 这个声音我们很熟悉, 它是肺气上冲膝道所致。 心病的喷嚏, 往往是由于外感风寒, 或者刺激性的气味刺激鼻道。 旧病喷嚏, 可以是鉴于阳气回复时。 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来分析, 如果你突发一个喷嚏, 然后没有了, 往往鉴于你接触到了寒冷空气, 或者异常的气味。 如果反复地打几个喷嚏, 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你感冒了。 如果连续打几十个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你过敏了, 所以从数量上, 我们可以分析喷嚏的原因。 哈气, 什么时候会有哈气啊? 困的时候。 所以困倦, 欲睡, 而且你确实缺觉的情况下, 不属病态。 如果平平不止, 总在打哈气, 就是阴盛阳衰。 后面我们会学习到试睡, 你总想睡觉的话, 就是阴盛阳衰。 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先学习了正常的声音, 然后地底正常声音, 我们学习了语声的异常, 语言的异常, 以及各种其他的异常声响。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